做得香港政府這樣,講得好聽就是精英集中地, 但現實就是一班高分低能咯,再不是就是偽俊仔咯。 現在香港真是猶志及興咯,不識字都可以做公務員咯。 入職條件降低節地底來,阿豬阿狗都請,現在連文盟都請咯。 政府真是很關愛殘障人士,為何這麼說? 因為今天有幸見到水務局的偉大傑作咯。 我們在上水彩原路大水館,看到一塊告示牌,有錯別字咯。 這個牌寫著未經批准請墨攀爬。 不是吧? 經和經都不識分咯? 正確是未經批准請墨攀爬。 有什麼詞語用經? 那就是經常經過,或者女人的越經咯。 而經咯? 單車勁,墨里浩勁咯。 連字都不識咯? 這樣都可以做到公務員咯? 真是好懶惹咯。 這些這麼出色的作品,已經向公務員事務局投訴了。 不知道水務局要處理多少年才去更正錯字呢? 好